又到了Magic Johnson的時間了 上山採藥這件事大家都聽過了 上山或者森林裏面採了珍貴藥材用來醫病 但我今天當然不是跟你說醫病 因為我完全不懂 說回美容方面 因為有這個上山採藥品牌 就出了一系列的面膜 我面前有四款不同功效的面膜 上妝前我一向都很鼓勵大家 就敷一個保濕面膜 因為你夠水份的時候 就可以更加貼面了 大家都看到了 全部都是有幾米的圖案 在裡面都很可愛的 裡面就是這樣的 它採用了特殊的凝水蠶絲纖維 看到是很薄 也都可以把很多的精華 就鎖住了在一塊的纖維面膜 到你敷的時候就可以更加吸收了 在一般敷面膜來說 我都會建議大家敷10至15分鐘 雖然很多品牌都可能可以敷20分鐘 或者30分鐘 但我覺得敷太久 其實你皮膚都是吸收不到的 最吸收的時候 都是頭的 3分鐘5分鐘 甚至10分鐘都已經很夠了 我會建議大家敷面膜的時候 躺下 因為無論你那塊面膜有多薄都好 其實都會有少少的重量 如果你長期敷面膜 不停走來走去 你想想 長期有少少的重量 扯住你的臉皮 但是你就動來動去 地心吸力的關係 你的臉皮就可能會因而 就會越來越鬆 所以我就建議大家敷面膜 就盡量躺在這裡 但我沒有理由躺在這裡拍的 敷了一會的同時 不如我也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些四款面膜 究竟它的分別是什麼 以及裡面有什麼成分 幾米的極致亮白面膜 裡面有櫻花和珍珠 添加了櫻花葉和珍珠碎取精華 出來的效果就可以亮白肌膚 令到皮膚不單止白 還有光澤 那這個就是我現在敷的 就是幾米的保濕柱水面膜 裡面的成分就有蘆蕙 再加玻尿酸 就可以平衡皮膚的水油分泌 亦都做到一個高效的保濕 這一款就是僅致虎紋面膜 裡面就是異人的碎取 還有膠原蛋白 就可以有虎瓶細紋 以及僅致肌膚的功效 至於這一款就是美白的亂肌面膜 裡面的成分有蘋果多分 再加左營絲 兩樣功效都是想令到你變得美白 以及有亂肤的功效 敷的時候多了精華 你可以自己按在頸部 以及臉巴為止 順便可以幫自己 叫做通牙臉巴去水中 敷了一會兒之後 讓我先撕掉它 撕面膜的時候 盡量由下而上 不要扯到臉 你看到還有很多的精華在臉 就可以按下去了 一般來說 都跟大家說 其實不用刻意去洗臉 有些多了的成分 就可以用棉花 濕一點的 爽膚水 抹一抹面就已經足夠了 但如果你說真的受不了 或者之後要上妝 怕會起擦脂膠碎的話 當然你也可以去洗臉 然後再用爽膚水 今天就跟大家介紹了這個面膜 有機會的話 大家也可以試試這個上山坐藥